2021年 历史在变 世界也在变 我们的生活 仍充满着许多不确定 站在时间与空间的十字路口 焦虑与憧憬并存 我是清华大学研究生 宋志浩 同时也是清华大学 博士生讲师团的一名讲师 2021年 我们开展党史宣传 党史宣讲900余场 发起成立全国高校青年宣讲联盟 联合40余所高校 开展党史接力宣讲15场 覆盖师生33万人次 围绕建党百年 党的19届六中全会等 开展专题备科研讨 打造一支理论宣讲的清奇兵 以校园沉浸式宣讲 解锁党史教育新场景 通过技术赋能 让宣讲出圈 让理论活起来 让更多的人 听到青年的声音 总书记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真正的英雄 在这一年中 我深刻地感受到 一点点思想的细流 以及一个个 为之奋斗的人 如何一起汇聚成历史的洪流 天安门广场上的同声共振 鸟巢的青春礼赞 再到庆祝大会 与文艺演出背后的支援保障任务 清华师生以高标准言要求 交出完美答卷深情告白 这是清华人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也是值得我们铭记一生的回忆 每当国歌响起 我们总是新潮澎湃 东京奥运会上 杨倩涉落首金 五星红旗在赛场飘扬 2021是清华射击队的丰收之年 队员在奥运和全运赛场上 成绩斐然 清华向来主张体教融合的培养理念 注重学生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提升 高水平选拔 全方位成长 清华设计队名将辈出 在世界舞台上 展现中国大学生的风采 办好奥运会 离不开冰天雪地里的热血沸腾 邓岳是冬奥赛事实习生 也是清华大学硕士生 两重身份同一个目标 建设冬奥场馆 保障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结合专业背景 邓岳敏锐地观察到 冬奥观众面对寒冷环境的 观赛体验难题 设计实验 预测模型并研发了多项 个体局部加热技术 提升观众体感温度 这些成果 已经在冬奥场馆中落地应用 每一刻民族自豪的时分 我们感同身受 每一次集体机的塑造 我们踊跃争先 每一个国家需要的地方 我们挺身而出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甘愿放弃安逸的生活 投身祖国默默无闻的地方 一次又一次的对话 一年又一年的同行 才有了精准扶贫的奇迹 在云南省大理州南建县西山村 有一位来自清华的第一书记 于亦臣 95年出生的他 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小鱼书记 语言不通 资历尚浅 他踏遍南建宜乡山村 熟悉西山村情平行 整合资源 助劳校弟合作桥梁 方言懂了 融入的阴色浓了 肤色黑了 扶贫的橙色来了 在脱贫弓箭的决战中 来自清华园的年轻人 为山村带来了智慧与力量 加入海军陆战队 成为侦察兵 是齐一飞从小的梦想 可清华 女生 陆战队员 这样的标签急于一身 带给他的不是光环 而是陈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齐一飞 齐一飞选择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年终岗位练兵比武中 他取得了女子组100米 400米 3000米三项第一 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 齐一飞发挥特长 完成插图制作 挥标设计等多项正攻任务 军营漫画的出圈 让更多人认识到有血有肉的人民子弟兵 2021年 黄子谦决定进一步服务香港 参选立法会选举 出身基层的他热心慈善工作 创办慈善机构 为过万香港儿童提供长期体育培训 及学习精力活动 今年 黄子谦两次代表中国联合国协会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 捍卫国家主权 讲好中国故事 爱国爱港 史智践行 面对人生的重要节点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四位清华人从少年到茂蝶 他们追寻理想的故事 登上大荧幕 感动百万观众 背后是设置团队三年时间 深入中国各地的跟拍与制作 作为导演 王静深刻进入在大学文化中 以清华为背景 他用记录电影的方式 将个人成长 与民族复兴的深刻交融 刻画成一幅生动的切面 我们热爱大学 是热爱书生义气的时光 也是热爱与青春相伴的热忱与责任 心系浩瀚宇宙 也吸人间烟火 当你打破过18次校内纪录 你还会坚持超越自我吗 沈天成的答案是 会 2014年 他第一次参加清华马背健身比赛 从此踢箭子 从童年游戏成为了竞技项目 从零开始勤学苦练 沈天成成为了所有项目的校记录保持者 当他首次代表清华 参加中国学生剑球锦标赛 他看到了自己能力的边界 激励他前行 今年他再次站上全国赛场 一举收获两项冠军 不是所有的坚持 都会带来光辉的成绩 但是有这样一种坚持 能让生命从冰封的土地里怒放 在挑战本身中便走向超越 今天我还想邀请一位同学 听他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是江美男 2018年我考入清华大学 就读博士研修生 也是那个假天 我的幼儿吸入了人工耳窝 重获了失去26年的听力 这是我第一次听听世界的声音 听见自己的声音 26岁我需要重新学会听这件事 从前我主要依靠看口询 和其他人沟通交流 虽然这有些困难 可我获得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在清华 我继续参加学生无障碍发展研究协会的活动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 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谱习无障碍理念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从孟南身上 我看到了挑战命运的决心 也看到了关怀生命的力量 自强不息厚德在务 这样的精神像不落的太阳 照亮着中华民族 坎坷与忧患的每一个时刻 袁隆平先生说 我总是不满足 搞科学研究 不断地想攀高峰 吴孟超院士说 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 缺乏的是一个人 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 他们渴望拥有知识 却不止于独享智慧 今天的我们对未来也有无限的渴望 可变化与未知 难免让既定的轨迹偏航 不确定原本就是历史 赋予每一个时代的广阔天地 激励着每一个有志者 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大有作为 在清华园 我们亲历着 同行着 超越着 即使平凡 即使漫长 只要远处仍有不变的理想 心中还是不改的热忱 步履不停 总会抵达 无需焦虑 世界很大 心胸也要大 我们终将入海 各有各的风雨和灿烂 2022 心有所定 步履不停